有時我覺得電子的器材 令價力量我形容是一種電波 電子的科技器材也是一種電波 一種電頻 其實當兩種電頻 不同的頻度撞在一起 只會發生一件事 就是干擾 所以剛才我一開直播的時候 就是啪啪聲 下雨聲 當然我們可以技術性去說 是否我的手機濕了水 但我沒有掉下水 正常就應該沒有這個情況 但又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呢 不知道 所以我就說 很多東西都會有一些電子上的磁場干擾 有機會可能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也想起有一次 又是干擾事件 說有一家人 家裡有人走了 其實是少桑 一個老人家走了 家人就在開會 說怎樣去 在選擇 什麼製品 衣紙 給予老人家 你知道了 那些人就是 在開會 雙討期間 有些少說笑 說他會不會用這些高科技的電子產品 說過老人家 因為他們在紙紮店裡拍了很多紙紮照片 一家人在商討的時候 買什麼紙紮燒給你 那些先人 他們就看到一些iPad 或者智能電話的時候 他們就 skip了 說不要啦 他都不會用 你燒下去 浪費氣 好嗎 當時他們在開這個家庭會議的時候 就是 在街上 其中一位先人的女兒 她就記得 她那天沒有帶手袋 她的手提電話 就放在自己弟弟的背包裡 當開完會的時候 就拿回手提電話出來 我看有什麼人找過她 就發現了那些製品的相片 某些製品相片 就是iPad和智能電話的相片 就發放了給一些不同身邊的親戚 就是自己發放 如果你知道 你用智能電話的話 你知道你要發出一張照片 你要按一個按鈕 就是要按那張照片 然後才慢慢 forward 他 forward了那兩張照片 iPad和智能電話 給了很多在他身邊的親戚朋友 那個人帶了電話 在他弟弟的背包裡 他們就會發覺 難道我們多說 原來 走了那位先人 他是需要這件事 所以可能他就用這個能力 去發放這些信息 其實靈界的朋友 不是每個人都很幸運 可以找到一個靈媒 幫你傳達信息 有時候他們會透過一些電子電波 去幫你做一些信息 但你就要看在小的人 理不理解 或者讀取不到 要考慮的 要考慮的 例如以剛才的例子來說 好像傳相 我最近也有一兩次的經歷 就是我去一個地方 我用手機拍照 大家都知道 你手機拍照 一拍完 照片是落相簿的 然後你的手機仍然是 在手機拍照狀態 然後拍了幾張 沒問題 去到拍了一張 突然間整部相機 好像手機一樣 保持住 按什麼都不行 然後 照片 直接 彈到相簿 你是看到的 好 然後我想再拍照 電話不動 然後我就關掉 再開照片 看看剛才我想拍的照片 看看有沒有手震 是 按了照片 沒有了 就是我看著照片 彈了進去 那個相簿位 然後整部相機 好像手機 我重新關掉 開 整張照片 沒有了 但是相機 我沒有大式機 我只是這樣出一出 相機是照正常拍到 但剛才那一刻 是拍不到 是 那張照片 殺了 其實你說當時拍了什麼 我當時住在一個 我們曾經說是有鬼的地方 你想拍那個地方 看是否拍到鬼 其實我當時不是拍鬼 我純粹是在拍那個景 誰知拍了幾張 拍到某一張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其實能攝到它 還是怎樣 那剎那的能量上是大到 我整部機真的好像死了機一樣 撐住了狀態 看著照片是落了一個相簿 但最終你一按進去 整張照片沒有了 你想再看那張照片 找到一些端藝 也沒有了 而當時那一刻 整個相機是正常的 都繼續拍到照片 只有那張沒有了 這個才最神奇 因為永遠都是 手機拍照 一拍了就落相簿 是那張沒有 其他全部都在 這個情況 剛剛過去這一個月 出現了很多次 都出現了好幾次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是嗎 沒錯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靈體白炎 喜歡玩手機 應該是 靈體白炎 可能它當時在那個位置附近 到處走 剛好 可能在能量場上有些衝撞 所以就有這個反應 剛才我們說完這個鬼節 其實中秋節還有 這集節目出現之後 還有兩個星期就差不多中秋節 差不多 8月15日 月圓的時候是很猛鬼的 師傅 你認不認同這件事 我只可以說中秋月圓 我們不要先描述中秋 好像很公平 其實是月圓之夜 能量是很強的 但如果你說真的很猛鬼 應該是新月 新月 新月 那些多數都是邪靈 是 如果你月圓之夜 只可以說 它的能量很大 是 你好 壞 不好 都會變得大 所以逢是月圓之夜 做手術 摸摸 戒傷 都特別痛 是啊 生兒子都特別痛 是啊 真的 你哭 被兒子飛 被女兒飛 都特別傷 這是說真的 為什麽 那些月圓之夜 會容易 因為月亮的滿月 它會令到我們所有的能量 是浮滿 是 整件事是很沖繩 它會令到我們所有人的感覺 都會膨脹 無限放大 所以當你那一天 有任何東西都好 你都會無限放大 其實 同樣地 你好事來想 都會無限放大 即是看你走壞 還是走好運 沒錯 所以一個月 會有一天 是無限放大的日子 如果想把握這些時間 日子 去做一些意識 或者祈願 或者可能 Make a wish 就最好選擇這些時間 選擇中秋節 月圓 只不過中秋節 就是一個一年裏面 被譽為一個節日 最令到人所共知的節日 由於因為它已經訂立了這個日子 變了會有一個叫做共念 全世界人的共念 所有有華人的共念 它就會形成了一種 除了天然月圓的力量之外 還有全世界華人的共念 你的力量就會再大了 其實中秋節 某程度上都是牛郎職女 那個牛郎職女不是七職嗎 中秋節是說什麼的 尚我 吳光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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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說 你們不是同一響嗎 牛郎職女 和尚我不一樣 是嗎 我想問 那其實 譬如我是求愛情 那天會求愛情 因為是關於很妻味的愛情 故事 其實在那天 其實妻味 要看你怎樣看 如果你問我在我比較反傳統的心態 我很喜歡歷史考察 這些野史傳說 常俄崩月為何要崩月 說些笑話給大家聽 這是我的想法 不代表正統 因為勾佬 勾誰 因為傳說是後藝和那隻肉套 其實那隻肉套傳聞是人扮 不是人扮 好像是說上俄是一個仙女 天上面是一個仙女 她是因為犯了禁令 談戀愛 所以被人打入月亮的宮 肉套就是她的情郎 即是人扮 按照懲罰就變了一隻套 扔了過去 讓她們不能相亂 類似是這樣的 常俄崩月 我沒有記錯 好像叫吳光 吳光師傅 所以那隻套好像是吳光 有很多野史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整件事 但有些歷史書 或者有些故事書 都是說感情上 分裝不暈 所以被人懲罰 其實在那天 我們求愛情 會不會更容易 其實我覺得在月圓求愛情一定會更好 好像剛剛對應你剛才說的 會加倍的力量 沒錯 求好東西 會不會更加容易 所以其實我們通常都會求一些人緣 或者是兩性關係 愛情這些事情 其實都真的最好在月圓之夜去做 其實我們這些西洋的魔法裏面 有一個方法也不錯 又教我們 可以教大家怎樣去做 其實可以準備一枝粉紅色的蠟燭 無論是一枝狀還是很粗的都可以 我們準備一枝粉紅色的蠟燭 會不會玫瑰味會好一點 都可以 因為玫瑰是催情的 花中皇后 可以配合起來是好一點的 我們真的都需要找一些精油 我們就找一些太貴的玫瑰精油 你可以選一些其他的精油 譬如一些福芳的 有些寫名是for love 有些很捨得買的 買玫瑰精油 或者是一些茉莉花精油 或者是薰衣草 便宜一些都有 伊蘭這些 其實都可以取代 是否一定要這麼貴 去到玫瑰 圈竹葵都可以 我們有這些精油 我們可以用一些底釉 放在手心裡 然後滴一兩滴 插開它 我們就在這個過程裡 就要想著你喜歡的對象 你愛的人 或者你想去愛你的人 對 好像很壞 教別人這些 但如果那個人不懂 你不懂他 他不懂你的 但你想他喜歡你的 可以不可以 當然有些難度 但最好是一些有基礎的認識 如果很簡單 你現在跟我說 我喜歡劉華 你不懂他 你怎樣 我懂他 他不懂我 對 所以我們通常做這些小魔法 是一定要有一個基礎 即是說 你最基本有一個連線 你真的要認識這個人 有基本上的交往 我們做這些儀式 就會真的相得益彰 我們就可以把精油 洗澡之後塗上手 一邊塗的時候 記著想著你心目中的人 可以的話 一邊塗的時候 我們要透過掌心的熱力 一邊塗 一邊塗開 我們通常都會塗三次 起碼塗三次 或者六次 就是永遠都是三倍上 然後你會感覺到 你的掌心有一種亂流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時候 就把這裡打開手 把那支蠟燭 這樣去塗上去 蠟燭的身上 塗完之後 你一定要記著 你要想著那個過程 想著那個對象 想著你想達到的一些願望 然後我們準備了這支蠟燭之後 我們可以放在一邊 我們就需要一些小道具 我們可以出一些玫瑰花 我們只要玫瑰花的花瓣 我們就可以買一些玫瑰花回來 大概我想要一兩兩三支 我們只要頭 我們要花瓣 好多 兩三支玫瑰花瓣 對 但要來做什麼 我要一個頭 然後我們就要在我們桌面 工作桌面上面 把花瓣 就要圍一個圈 有些人就覺得圈是不夠勁的 你可以圍一個心形 很老套 心形牛扒 那些朋友 圍一個圈 然後我們就可以 開始把我們兩個的一些合照 或者一些基本資料 放在中間 就是玫瑰花圈中間 然後我們就塗了油的蠟燭 就是暗光 然後就放在花圈的中間 就放在這裡 你可以找一個蠟燭台 枕著 就點著它 點著蠟燭 記得 點蠟燭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蠟燭是不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熄 好害怕 對 所以要小心工作 真的不要亂來 即是要關掉冷氣風扇 順量不要在露天戶外做 是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關掉那怎麼辦 你的願望就不行 可不可以從頭來過 是 你需要從頭來過 但有些人在黑仔裏 從頭來過也是會的 即是代表 天都不幫你 沒有緣分 所以我都說 有時魔法的東西 是真的在說助力 沒有說一定可以 但只不過人也是那句 你不做就一定不行 你做起碼有50% 最重要是你的勇氣 好 當你點著了之後 你就要開始用你的嘴巴 唸出你心目中的對象 你想跟他一起的關係是怎樣 最好是自己事前精簡寫出來 怕你自己會不記得 那你就跟稿讀 是 三次 記者是三次 永遠都是三次 你說可不可以多幾次 總之就是三三三 即是三六九的倍數 沒錯 不可以小角 這樣 完成之後 那你就可以 那你手上 那支蠟燭 應該你擦了些油 它應該還未揮發 你就可以在那支蠟燭 那裡 輕輕再掃一做蠟燭的身 然後你手上有些精油 還仍然有 你就可以把這個精油 就可以輕輕掃 從你的臉這裡開始掃向後 你可以直接碰到皮膚 但你先下底油 不然你掃你的氣場 由你這樣掃向外掃 那就是它會加強了你整個 粉紅色的氣場 那它就會形成了一種 好像保護網一樣 當你完成了這個步驟 那你就可以取消蠟燭 那其實就可以了 那當然了 這個儀式 在滿月做是最理想的 第二就是它有效期 一定是不會永久的 所以當你做完這件事之後 其實最好在一個星期裏面 就麻煩你主動一點 嗯 對 即是找一下它 對 這樣就容易得手 那會不會很害怕 就算找完它之後 它還可以 那會不會我每逢月圓之夜 我也要做一次 那你很害怕呢 我怕它會走 哦 其實我覺得做這些 我形容直接一點 就是你當是一種幻術 它是一種助 吹發劑 正等於你用了這個方法 和不用這個方法 其實只不過是令到你舒服一點 整件事順利一點 如果你不用的話 那它就變回原本 但在你用的過程中 在這段時間裡 其實你很多東西都會如虎添翼 那你就要自己儲分 當然我們不建議你依賴這些法術 但是你可以藉著有法術期間 去爭取更多的東西 或者做一些令它更感動的東西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不錯 起碼有些少助力幫助 其實也試一下 8月15日這集出街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 一定買得及 買得及 不用,逢初15日便可以 月圓便可以 逢15日 逢15日 那就可以試一下 所以每個月都會有一些日子 很適合做這些事情 好啊 那還有沒有鬼故事 說來聽聽 我們之前不是說到 我們上一節也有說到 例如說動物的怨靈其實很深 其實我也有一些客人 其實大家都有聽過動物傳心思 有啊 對 無論大家怎樣去看這件事也好 但我也有一些經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強調動物的怨靈很大 那你信不信寵物傳心這件事 信 但我只是想強調 其實有養過動物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動物傳心的能力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其實這是一種習慣性 習慣性 我就是知道自己 因為我知道他日常生活的事 還有知道他有什麼需要 所以我容易知道他需要什麼 還有他做的什麼 沒錯 所以其實我 你也可以有潛質就是一個動物傳心思 但我對其他人的動物 這個就是你去訓練的話 你也可以有潛質去做這件事 但你不等於是一個靈媒 如果你是一個靈媒 你絕對做到動物傳心思做到的事 但如果你是一個動物傳心思 不等於你可以做到靈媒做到的事 分別在這裏 而譬如有養開動物的人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一些經驗姿態 還有很多這種默契 就算是一個純獸師 一個教動物的一些純獸師 其實他要摸他的脾性 然後他就會跟他有一個很好的 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同樣道理 還有因為動物 它不是萬物之靈 其實它只是很單一 可能我們人是五個靈性的 五感 動物可能是一個感 所以相對來說 他們是很單一很直率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其實要做到這件事不難 你有養過的話 其實你也有或多或少的天分 去嘗試開發多一點 正如你搞得到什麼動物 其實你很大機會也搞得到另外一隻動物 但有些人為什麼說 養寵物是養到被動物搞定了 那些動物 人人都不咬 就專咬主人 是啊 那這些我覺得是他們的成長問題 有心理陰形 很多因素 所以我也說 其實動物是很單純很單一 所以變了我這幾年都看到很多 你知道科技很發達 看到很多一些殘殺動物的片 其實你會看到近幾年都有很多 關於動物上有關的一些 疾病、瘟疫、災害都會有些關係 其實這些都是跟靈有關的 還有我們傳統我們常聽的那些 什麼精、什麼絲、什麼妖 都是跟動物有關的 有沒有留意 胡鮮、蛇精、蜘蛛精、蜘蛛精 什麼精都有 那為什麼全部都是拆開了動物 那就是證明了 是不是動物的怨念也挺大 也是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 為什麼我說 可以的話 為什麼不是去共處 而是要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大家以後要反思的一個問題 對 的 嚇人 的 感谢观看